因为郑板条的竹子画的印不是那么死板 比较活活 像那个小鸟似的 这个树印画的差点 字体呢 这个板条两个不对 跟郑板条的那个说法差距太大 他那种立书不是这么规矩的 是六分半还在写的写法不一样 拒紧 这画画的拒紧 不如郑板条画的那么漂亮 尤其郑板条的竹子 他这个画的平常那推平 人家是有笔法的 而且郑板条这个是有弹性的 就他这个小炉子有弹性 老子开面找 应该是青菜房子 老子 这青菜做不了这样的东西 开面找 当时他活着的时候 他们家有一个木匠 白天给人家干活 晚上回去就画正本条家的 画的会上好 比这个画的好 正本条比较有点 所以画的房子有点多 这也是青菜房子是吧 也是青菜房子 都晚期吧 这房子 也够破的 这个可能是家里哥的 没表好 就主要是没饱符就跑 没饱符